这是我们楼顶菜园 各种秋种已经开始了 现在看到这个番茄已经长了两周了 再多周把它就可以开花了 那秋种番茄有什么好处呢 下面我会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朋友们好,我是三妹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前一周种下的番茄苗 现在已经长得蛮高的了 我喜欢在夏末初秋的时候种番茄 春夏季我不怎么想种番茄 因为我们这里春夏季比较多 容易番茄容易开裂 那自己种的番茄又不想喷药 所以就采用在秋冬季种的时间来种 下面分享一下我种番茄的这个方法 首先起两条笼 然后加入腐熟的农家肥把它盖起来 那我们这个种植土 我们楼顶菜园所有的菜池的土 都是用寄墨木屑凹成的那个土有机土 之前有一期视频也跟朋友们分享过 寄墨木屑凹土的这个方法 寄墨木屑凹土的话呢 那这个土质疏松而且里边加油蚯蚓又变成了有机土 所以这种土的话用来种植菜呀蔬菜 还有那个果树都是非常好的又比较轻又疏松 而且是有机土 那我们楼顶菜园所有的种植土都是有机土来的 就是泥土 沿土只占五分之一其他都是寄墨木屑凹成的那个土 平时有厨艺垃圾也放进去凹哈 那自己种菜的话就想吃一些有机菜嘛 种的时候采用这个农家肥种 淋的时候我们淋的是乌龟水 所以前程都没有用化肥啊农药之类的啊 所以每年都收获了有机蔬菜都都不用去菜市场买菜 种好了之后我们加入一层这个腐熟的木屑皮 之前有一层一期视频也跟朋友分享过 我回老家农村带来这个腐熟的木屑皮很很很实用这种腐熟的木屑皮啊 然后加进去的时候然后再浇水就行了 那朋友们对秋冬季种番茄有什么看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期告诉我啊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